天主 前乘地举行圣祭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在四眼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身统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天主父 你改造了我们的人性 是他远超过原始的尊严 求你垂顾你这爱的工程 将主所有来圣及圣事 获得重生的人们 使他们常常保存你所赐予的恩权 以上所求是看完你的词 我们地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其圣神 永生永亡 阿们 公主 中途大事物 保罗和他的同伴 从帕婆乘船 来到庞菲利亚的佩尔格 若望就离开他们 回耶路撒冷去了 他们从佩尔格前行 经过各处 到了皮西迪亚的安提约基亚 安息日 进了会堂坐下 老送了法律和先知之后 会堂长派人问他们说 弟兄们 你们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 请说吧 保罗就站起来打了一个手势 就是说 诸位以色列人 和敬畏天主的人 请听 以色列人的天主 拣选了我们的祖先 当他们集聚在埃及时 天主就是他们壮大 以大人的手臂 把他们从那里领出来 大约四十年之久 在荒野中容忍了他们 歼灭了克当汉的七个民族以后 就把那地方分解他们 作为基业 这些事历史又有四百五十年之久 后来又给他们立了民长 直到撒穆尔先知时代 从那时起 他们要求立一位国王 天主就立了本亚民族人 科士的儿子撒乌尔 做他们的王 在位四十年 他被汇取以后 又给他们立了达位为王 天主为他作证说 我找到耶稣的儿子达位了 他是一个和我心意的人 必要领先我的一切旨意 天主按照恩许 从达位的后业中 给以色列献起了一位救主耶稣 若翰在他来临前 从向全以色列民众宣讲了悔改的洗礼 若翰会要完成自己的任务时 说道 我不是你们所想的那一辈 他在我以后要来 我连替他挤鞋带子也不配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人词 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人词 我要万败传属你的真实 我一确指引你的仁词永远长存 你的信誓如日之分 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人词 我拣选了我的仆人打位 以圣有福手赐他王位 我的双手给他力量 我的臂膀使他坚强 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人词 我尝以信誓和仁爱对待他 他必以我而归正天下 他要称赞我说 我的父亲 我的天主 我的靠山 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人词 阿赖路亚 阿赖路亚 耶稣基督 你是忠实的见证 死人中首先复活的 你爱了我们 并你的血解救我们脱离罪恶 阿赖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共读圣落望俗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耶稣给门主们 新疆以后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仆人不能大副主人 风派遣的也不能大副拿派遣他的 你们既然知道了这些事 如果实行便是有福的 我不是说你们全体 我认识我所拣选的人 但基督上所记者的必须应验 使我患的人也举角踢我 现在事情未发生以前 我就告诉你们 使你们到那时相信 我就是那一位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反正接待我所派遣的 就是接待我 接待我的 就是接待派遣我来的那一位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领你 我们今天重点分享 圣保禄宗徒的第一次传教行程 首先 圣保禄宗徒他们出去传教 是守圣神的派遣 东族的佛祖传记载说 圣神向他们说 你们给我选拔出巴尔纳伯和扫禄来 去行我叫他们要行的工作 这是有人的历史以来 第一次的远洋的传扬福音 第一次走得最远 那么也是第一次福音 开始传给外邦人 那么巴尔纳伯和扫禄 顺服了圣神的引导 他们到了塞布鲁斯 塞布鲁斯是一个岛 那么这个是巴尔纳伯的老家 是巴尔纳伯非常熟悉的地方 同时在塞布鲁斯呢 他们开始了他们的传教工作 首先他们到了萨拉米 萨拉米是一个港口 我们看一下地图啊 他们首先是从安提鱼基亚出发 那么过了圣神的派遣 到了这个是塞布鲁斯岛 第一个港口城市叫做塞布鲁斯 一顺着他们在那里上岸之后呢 继续往西行 到了帕佛 帕佛他是当时的首府 就是当时的他们是一个省 属于罗马帝国的一个省 当时帕佛是一个首府 其实我们说的省位 然后他们在那里呢 那个总督啊 名字叫做斯尔绝宝露 这个名字叫斯尔绝宝露 他喜欢听宝露他们的福音 但是当地啊 很多人是搬偶像 搬女神的 他当时有一个参谋长 这个参谋长的话呢 一个参谋啊 是一个术士 就是姓邪术的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巴尔耶稣 他于是的话呢 就可以组织总督化了 不要让他进名 福音 那么从今天的读经 中途大夫的记载的时候 开始呢 扫露啊 以后都不再叫扫露了 他都叫保露了 这个名字的改变有什么区别呢 扫露是他的西伯来名字 西伯来我知道就是他的犹太的名字 保露的话呢 是希拉的名字 希拉的名字 希拉的名字 希拉地区成为外邦人的地区 希拉的名字啊 所以保露要成为外邦人的宗族呢 他就开始用他的希拉的名字 比如说蛮多华人啊 从中国来 中国本来的一个名字 然后到了北美那边之后的话 我们要一个英文名字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们叫保露 保露就是他的外邦 就是他的希拉文的名字 不是有点名字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那个术士叫 王尔耶稣的 去组织总督信仰 他们传的福音 这个时候啊 把保露给弃化了 保露一世充满了圣神 定睛忘了他 定睛忘了他 就是瞪人眼看他 说 这句话很厉害啊 你这挽怀各种欺诈 和各种解恶的人 魔鬼的儿子 一切正义的仇体 你还不停地颠倒天主的正当吗 现今你看 少主的手要淋于你 你要变成一个瞎子 哎呀 那个术士突然就变成一个瞎子 福音的大恩 保露他们带着圣神的能力啊 把那个术士给诅咒了 于是天主就惩罚了他 他变成一个瞎子 总督一看到发生的事之后 哇太厉害了 所以就信了耶稣族 就信了保露他们的福音 然后呢 他们从 帕佛开始 就到了 庞菲利亚的安提约记啊 这里永远有个安提约记啊 就是从庞菲利亚这里 马上走 到了大陆上 然后呢 到了庞菲利亚省 然后这里呢 有个城市叫做安提约记啊 所以他们刚出发的那个安提约记啊 一个名字 这里也不是同一个地方 这里也有一个叫做安提约记啊的地方 那么呢 在这个时候 在佩尔格 这里有一个城市叫做佩尔格 落网就离开了他们 这里的落网 不是指宗徒落网啊 是指的落网马尔谷 因为这是个年轻的人 在这里记载的 那么马尔谷为什么离开他们呢 我们拒绝的原因不得而知 但是后来保露写树心的时候啊 就非常的伤害 所以这一次的马尔谷离开的话呢 是非常的悲痛的 那么马尔谷是华人大国的表弟 本来的话呢 保露啊 这个时候啊 还没有真正的名气呢 真正带着这个团队穿上回音的呢 是巴尔纳伯 保露的话 是巴尔纳伯找来的 从他老家找来的 然后 这个时候的话呢 马尔谷离开了 这是他们遇到的一个艰难 从此之后的话呢 巴尔纳伯和保露 改变了社区了 宗图大公的记载 不再是巴尔纳伯和保露 而是改成了保露和其他呢 保露和巴尔纳伯的 保露成了领导的啊 天主圣神的重年用的人 是在用保露 然后他们在艾迪约记啊 就从旧业当中给他们讲起 从亚巴郎一直讲到达位 达位讲到若汉 若汉讲到耶稣 然后又讲到说 玛利亚马尔纳伯呢 你在父女们见到耶稣复活了 而且耶稣复活之后 有显现给波多罗 有显现给五百多的弟兄们 其中有的现在还活着 最后也显现给我 这个像流产儿的人 保露非常谦虑说 他像一个流产儿的人 流产儿的人什么意思啊 就是不足悦的 大概七个月八个月生下来的孩子 或者是说 他像一个流产下来的孩子一样 表示一个谦卑 非常谦卑 耶稣也显现给他 从旧约到新约 从天主律序的选民 到整个的救恩 一直在讲到耶稣 然后呢就是说 告诉我们说 告诉当时的人说 凭着他 凡信的人都可承议 宗主大师 13章39年 原本说凡信的人都可承议 所以很多的人呢 信了耶稣 但是当时那些犹太人呢 却产生了嫉妒 要迫害保禄和巴尔纳伯 这个时候啊 犹太人却挑唆 敬畏天主的中英格的妇人 和城中的妖人 要把迫害保禄和巴尔纳伯 把他们驱逐出去 二人就把脚上的陈畜 向他们活下 往尼克尼佑去了 所以最后呢 虽然有些人信了 但是呢 后来之后呢 受犹太人的逼迫 还是走了 然后他们从这个安基约基亚 往下走 往东南走 到尼克尼佑 尼克尼佑的地方 然后呢 他们在尼克尼佑的犹太会堂的宣讲 也有很多人信了耶稣 于是就成立的人 分裂了 有一部分是信耶稣的 有一部分是反对的 这个时候 反对耶稣的人 反对他们的人 就用石头把他们要砸死 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们就逃往了 尼斯特拉和德尔贝 继续往下 逃到了尼斯特拉和德尔贝 这两个城市 这是第一次行走的 最后两个城市 他们在尼斯特拉呢 有一个人 患软无病 常常坐着 有摩太重 即是一个瘸子 就是不能够行走的一个人 然后这个人 听保祿讲道 保祿注视看他 见他有信心 可得全域 便打算说道 直指地站起来 这个人就跳起来 所以当时 这些在尼斯特拉的人 一看 哇 这个保祿和巴尔大国 真不简单 两个人 刚一个 中了星座的瘸子 一说怎么站起来 他就能够站起来 跳着走 所以他们就牵来 这个牛啊 给他们献祭 把他们当作神 称巴尔大国为泽伍斯 泽伍斯是希腊神话里的神 是众神之神里的最高的神 称保祿为赫尔默斯 赫尔默斯的话 是这个 泽伍斯旁边的一个 传话的一个 可能看着这个 巴尔大夫长得比较帅 保祿长得比较不帅 长得马马虎虎的 所以成他只是一个 传话的一个 传递员一样 把他们当作两个神 所以这些人 要像一个献祭 把他们当作神 于是这个时候 保祿和巴尔大夫 跑到人群当中说 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也是人啊 我们不是神啊 所以这个时候来讲 他们就组织群众 所以群众没有向他们陷进 确实是犹太人 从安迪约基和伊克尼佣来 巧说群众 因为首先保祿他们 从安迪约基到伊克尼佣 都到过这两个地方的人 到这两个地方 听说过他们 所以这些人就向到这里来 然后呢 就巧说群众 群众那种石头砸了保祿 因为他死了 所以把他拉到城外了 你说这些群众的变化有多大呀 一开始有这种献祭 把他们当作神 人们一巧说他们 他们就石头砸死 这个无知的百姓啊 真是可怜啊 所以呢 他们已经把保祿砸死了 所以呢 把他拉到城外 就到外面 喂野狗啊 死了拉倒了 就这样意思 但是这个时候呢 门徒们以为到他跟前 他就起来了 保祿其实没死 装死的 第二天 从巴尔拉伯起身 往德尔贝去了 所以呢 他们就往另外一个城市 最后一个城市啊 德尔贝 现在画下了德尔贝 那么德尔贝呢 他具体传扬回应 在第二位的话呢 是许多人成为门徒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看啊 然后德尔贝 重新使着原路往回走 返回去 他们经过 李斯特拉 伊克尼雍 再往回翻 李斯特拉伊克尼雍 安提约基亚 到处兼顾 门徒们的信仰 而且他们选利了长老 最后呢 也经过匹西地亚 庞菲地亚 佩尔格 阿塔勒 返回到安提约基亚 他们返回的时候呢 但没有到塞浦路斯 从这里的话呢 直接乘船 又返回了安提约基亚 我们看一看啊 整个保路他们任何大的宗土 和巴尔拉伯 他们任何大的宗土 到处传掉的时候呢 到处是被赶走的 到了这个地方 被迫害逃 到那个地方 被迫害逃 到这个地方被砸死了 起来脱 继续往下走 逃 回来的时候呢 去找那些信了耶稣的人 监固他们的信仰 监固他们的信仰 鼓励他们 坚持信仰 给他们选利长老 把他们交通的主 穿严福音 保路穿严福音 不是一反奉得生他 九死一生 他为了主 而且无怨不回答 如果是你会怎么办 你到了这个城市 到了多里多了 穿严福音 一部分接受 一部分不接受 跑了 然后有一部分人逼迫你 跑跑跑 跑到了佩佩克 你在佩佩克 比方说你穿严福音 有人接受你 有人不接受你 又把你逼迫走了 那你回来的时候怎么做 回来的时候 接受的人 祝福 不接受的人 罚了他们 一个人罚了 保路他们没有 没有去那些人算账 也没有把那些人扎死了 你们说 你们像诅咒第一个人 那个术师一样 那他就成为瞎眼了 也没有诅咒他们 而是逼迫我们去逃跑 你迫害我们就忍耐 然后这样就回来 这是完成了保路的第一次行程 保路在宗教大师的朗基带有三次行程 为什么是三次行程 在教会里面如此的重要 因为这是传向外邦人的三次行程 当然保路还有第四次行程 那是被押送到罗马去 最后他称在罗马之命 这三次行程都有绝大的意义 都是传给外邦人 就是非犹太人的 这些犹太人啊 周围这些地方都有犹太人 他们却不接受他 而那些外邦人就接受了福音 这真的是帖主的伟大 帖主首先招选了犹太人 但是耶稣来了之后 他们却不接受 就把他定死 宗族们传扬福音的时候 这些人也是不接受 骄傲自满 所以保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寡样 成为一个福音的诗 新耶稣当中啊 三分之二的书信 几乎都是保路型的 保路被称为 这个世界上第三大最有影响力的人 这就是天主的恩典 他是一个非常有学问学识的人 他把整个所作所为 后来的唯一是基督的见证 真的是改变了当时整个教会的看法 对外观的看法 所以我们要笑话圣保罗宗族的传扬福音的工作 让我们每一个教组都要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勇士 阿们 上主拜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十两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大地和人类老婆的果实 每每每呈现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类 愿天主永寿赞美你 上主拜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饮料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老婆的果实 葡萄酒同献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 愿天主永寿赞美 各位教友 求你大把慈悲静报我们的心灵 求你大把慈悲静报我们的心灵 请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现在我们的心灵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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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 我们的心灵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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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 上主 你实在是神圣 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 因此我们恳求你 爱却圣神圣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的地主 耶稣基督的圣体 圣血 他甘愿神受难时 拿起念品感谢了分开 交给他的文童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 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交给他的文童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先而永久的盟约之血 将为地本和众人清流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信德的奥基 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 我们歌颂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上主 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 向你贡献生命之两 救恩之悲 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 是奉你 我们肯求你 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基圣学 并以圣神和尔为一 上主 求你垂念古世纪教会 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授方基和 我们的主教多么以所有主教 以及全其生殖人员 都展开着终日去完善 求你纯念和着父母的希望 而安息的兄弟姊妹 并求你纯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想见你光荣的圣荣 求你纯念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 同在荣福玛利亚 圣物的敬佩 圣各社主乘宗徒 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 是人生的互相永胜 并使我们基督你的圣子耶稣基督 赞美你 谢阳里 全能力天主圣父 一切忠敬和荣耀 借着基督 协同基督 在基督内 并联合圣神 都归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其遵从救主的训事 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寿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炫意诱惑 但救我们的羞恶 上主 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回向平安 更求你大宝慈悲 保佑我们的突免罪恶 并在一切纷扰中获得安全 使我们前程期待 永生的信徒 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不释权威 一切荣耀 永归于你 诸耶稣提供 正对宗族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但看你教会的信德 并然让你的圣意 是教会安得团结 你是天主 永生有望 阿们 愿主的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里同在 请大家呼住平安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羔羊 请看除免是罪的 蒙昭来 我圣宴里人是有福定 诸我当不起 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有痊愈 是罪的天主群 请大家祈祷 全能力永生的天主 你既基督地复活 又恢复了我们 过去永生的权利 求你借着生命这样 所隐藏的神秘 清除在我们心中 让这一月圣神 在我们身上 结出丰收的果实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地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力天主圣父 圣子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弥撒礼城 感谢天主 祝福 阿们 谢谢观看